第三节 英国与法国的危机于应对 1929年10月开始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到1930年初就波及了英国 到1932年下秋之际 英国的危机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从1931年到1932年 英国失业工人达300多万 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相对于美国 德国遭受经济危机 严重打击的程度而言 这场危机对于英国来说 相对要缓和一些 因为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 或缓慢发展状态 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 英国在20年代 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繁荣阶段 工业方面的固定资本更新的 规模比较小 故危机对于英国工业生产的影响 不如对美国 德国那样那么严重 英国的工业生产 从1929年的最高点 到1932年的最低点 下降了32% 远低于美国的下降程度 但是呢 危机对于英国农业的打击 更为严重 1930到32年 英国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了34% 致使农业生产严重缩减 危机对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 英国外贸打击也非常承重 出口贸易锐减 国际收支在历史上首次出现逆差 到1931年 英国的国际收支逆差 已经达到1亿英镑 致使英国英镑的金融稳定性 受到猛烈冲击 从1931年年初开始 黄金从英国不断的外流 到9月 英国银行的黄金储备 实际已经枯竭 在危机面前 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 决定紧缩开支 削减社会保险 增加间接税来解决财政问题 这些措施遭到人民的反对 工党政府首相麦克唐纳 在1931年8月提出辞呈 同日获英国国王乔治武士受益 令阻国民政府 实行与保守党及自由党 筹组联合内阁 新政府采取传统的 削减开支的做法 如削减失业补助金10% 增加保险税 缩短补助时间 但是在社会压力下 还不得不维持社会保障体系 于1934年颁布新的失业法 采取较灵活的统治措施 在接连不断的挤兑黄金的浪潮冲击下 英国不得不于1931年9月20日宣布 放弃英镑金本位 并以此作为克服危机的主要措施之一 一英镑从价值4.86美元跌到3.4美元 为了保持贬值后英镑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 英国同帝国各成员国和其他一些与英国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本主义国家 组成了英镑集团 参加该集团的国家的货币 与英镑挂钩 彼此间的贸易也以英镑为计算单位 为了保护国内生产和市场 英国彻底抛弃了实行多年的自由贸易 转而采取保护关税政策 1932年在沃泰华举行的帝国会议上 英国还把保护关税政策推广到整个英帝国 以特惠制保护整个英帝国的市场 总的来说 英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 期期后 政局相对比较平稳 一直保持了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 20年代 在法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迅速发展态势 似乎令法国人感到可以游离于这场危机之外 因为法国得到了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 又收复了煤铁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 并夺取了德国的一些殖民地的统治权 加上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 使法国的工业和农业 在20年代迅速发展 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 从1920年的5% 提高到1930年的8% 这种经济形式使得法国人面对 由美国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而处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 但是法国人真正的感受到 经济危机来临的是 1930年11月 这是大批银行倒闭 企业破产 生产下降 失业者迅速增加 法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是 发生的时间晚于其他国家 但是拖延的时间最长 到1935年 法国的钢减产一半 铁减产三分之二 棉纱和汽车减产35% 危机使在法国占重要地位的中小企业 大量破产 财政陷于混乱 收支失去平衡 预算赤字连年增加 1935年 在1250万工资收入者中 失业人数为200万 经济危机导致30年代 法国政局动荡不安 阶级斗争十分激烈 法西斯组织和半法西斯组织 纷纷出现 如法兰西团结 法兰西行动 火十字团等 他们发展迅速 大都主张摧毁议会制度 建立独裁统治 企图利用人们对危机的不满 夺取政权 鉴于国内法西斯势力 日益猖獗 和右翼集团势力日益增长 法国左翼三大政党 社会党 激进党和共产党 实行了联合 组成人民阵线 并在1936年4月的 法国议会大选中 获得了重大胜利 6月4日 组成了以社会党人 莱昂·伯鲁姆为总理的 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 伯鲁姆上台后 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如在法律上正式承认 工人可以有组织的同资本家 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雇员每周40小时工作 假期每年15天 工资照发 扩大市政工程 以增加就业机会 军火工厂国有化 改组法兰西银行等等 这些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却遭到大资本家 和各种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 人民阵线政府 在法国的关键时期 对法西斯势力 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保住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度 使法国没有走上 法西斯独裁道路